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点简单模式 之前有网友给我留言 说我的维修看起来都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今天特意调了两块 我自己认为比较简单的 硬盘同行那边跟我讲是不上电 不上电的硬盘在我的眼里 其实是最简单的一种 运气好的话可以直接秒 所以咱们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这个电流表现 三星这一块 确实是不上电的 再来看一下另一块 这一块也不像是不上电 电流都过了0.1安了 按我的理解 不上电应该是像三星这样 电流在0.1以下的 同样那边可能觉得 在设备上面看不到这个状态 灯就觉得它是不上电 我们先短接看一下 能不能读到这个主控 现在短接是读不到这个主控的 像这种小马1120的主控 有很多时候都是被直接击穿的 因此这种小马主控的料板 我这边肯定也是常备的 因为这一个盘的它的上电电流都已经超过0.1安了 外围的供电肯定是已经全部正常产生 因此这一次我就不做过多的测量 咱们直接随机挑选一名幸运儿来参与本次的恢复工作 我们直接把这个主控给它替换上来 这次没被选到的料板也不用急 下次还有机会的 我相信这一次应该能被我轻松秒杀 我们可以看到 主控换完 这个分区也跟着一起出来了 继续来拆第二块三星 这一个呢也是不上电的 从外表上看起来 好像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神奇的是 这个硬盘的外壳拆开以后 上电电流居然比刚才还高了一点点 多上几次电 它还可以达到0.2电流的 但是过一会儿又会掉电 这种像是硬盘的供电没有出全 具体嘛我们来测量一下 刚刚测量了一圈 这里3.8V 3.8V这个电压 我觉得是有问题的 因为三星这种硬盘 要么1.2 2.5 3.3 3.8V我是见都没见过的 具体我们来跟踪一下 这个3.8V它是通向哪里的 找到了 这一个3.8V是来源于保护隔离管的后级 难道是它这个保护隔离管挂了 我们来测量一下这个保护隔离管 我们来测量一下这个保护隔离管前后的电压一不一致 给它通向电 前面这里输入5V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到后面就变成4V了 再往后就是3.8V 所以问题肯定是出现在保护隔离管到电源输入的这部分电路上 我们可以尝试直接从接口这边拉一根线直通到保护隔离管后面 相当于把这一只拦路虎给剔除掉 这个保护隔离管就像是外包商 下层所有的员工工资都是要经过它的 虽然我也不知道目前是不是这个保护隔离管在压榨后面的员工 才导致他们集体罢工的 但是按照以往的前科来看 十有八九是跟它脱不了关系的 我们可以看到绕过中间商以后变成直属员工 他们的干活动力立马得到了提升 目前也没有出现像刚才的掉电情况 我们上机检测一下 上机直接轻松点亮 我正担心这次水的视频时长还不够呢 当地同行就给我送上了一块500G的三星 当时他跟我讲后面有好多地方都是短路的 并且从他发给我的照片上看 保护隔离管也炸了 现在这个保护隔离管它已经拆掉了 我们来测量一下后级的情况 五幅对地短路了 现在只有两欧 测一下后面 这个还好 这个应该是给主控供电的 11欧 我感觉是偏低了 这里也偏低 这里也是 从这个测量结果上来看 应该有这三个地方 对地组织是偏低的 五幅大短路应该还是比较容易找到 我们接一根线上去烧鸡吧 上电直接 0.9安大短路 我们开一个透视挂看看 右上角这一块在发烫啊 这边好像没啥 反过来是一颗电源管理芯片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电源管理芯片 已经烧到72度了 这个温度还会不断地提升 咱们把这个电源管理芯片 给它拆掉看一下 电源管理芯片我已经给它拆掉了 再来测量一下 哎呀 还是短路的 现在这一个线 我又给它重新飞好了 上电直接一安大短路 比刚才还要高 上面这一块在发烫啊 翻过来温度更高了 直接烧到84度 这个是缓存芯片 我们给它涂点油 看看是什么情况 这个油一抹上去就直接融化了 我们再把这个缓存给它干掉 缓存干完 现在已经不会大短路了 现在这一边的对地组织 也已经轻松起来了 刚才250G的三星硬盘 我已经给它恢复完成了 现在我们从它身上 借用一个缓存 还有电源管理芯片 干到这块坏盘上面 希望它不会介意 缓存跟电源芯片换完 虽然上级有这一个状态 灯亮起来 不过它是长盲状态的 而且这个电流也一直卡在 0.23这里不会动 像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颗粒挂了 或者固件自身存在问题 它这个盘大概率是12V供电 直接穿透了保护隔离管 打到了后面这些芯片身上 才导致这样大面积烧毁的 本来我想着今天可以拿到三杀的 没想到是这样的结局